香港政府統計署公佈了2021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 香港人口有739.47萬,案年下跌了1.2% 2020年中至2021年,一共有8.92萬港人來說 年同1.39萬單程正持有人移入,正移出7.53萬人 有關的數據公佈後,人的社會很大關注 有人解讀成香港再現移民潮 亦有人甚至將它與香港落實《港區國安法》扯上關係 其實,香港市民對有關數據實在不需要過度解讀 先不要急著被所謂移民潮牽著鼻子走 而應該冷靜看待疫情下的人口反常太遷移狀況 其次,面對移民人數增加也只需要用平常心對待 正移出就是因為移民?政府發言人解釋 正移出涵蓋了香港居民以工作和讀書等各種目的進出香港 概念上與移民並不相同 其實只要細心分析 造成香港人口正移出的主要原因 都是與疫情的限制有關 過去一年,防疫政策基本上令所有非香港居民不能夠離香港 而香港居民就可以自由離開香港 因此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搬到內地居住 原本在香港工作的外國工商家人士 攜帶家眷返回原居地 還有幾千名新簽約的海外旅遊 因為疫情制留原居地 過去一年拿到單程證可以來港的人士 因為疫情延遲了來港 抵港單程證人士按連下跌37%等等 成言,香港移民人數近日的確有增加的跡象 但這個絕不是人口減少的唯一原因 只要對比一下全球各個城市疫情之下的人口流動數據 就可以看到最近兩年的人口遷徵都處於非正常狀態 對於香港來說,即使移民人數有所增加 亦不至於造成像個別立場偏頗的媒體所形容這麼大影響 關於移民,香港其實早已經歷過多次的移民潮 但歷史告訴我們,每次都會出現回流潮 以回歸前後為例,在1994年 估算有近6萬1千多人移民 95、96年都有約4萬人 而至97年亦有3萬人選擇離開 雖然當時每年都有好幾萬人移民 但後來亦有不少人選擇回到香港生活 以澳洲為例,在1994年至2005年間 一共有33,905名香港人移民到該國 但這段年間,回流的香港華僑澳洲公民 就有34,248名,人數甚至比較移民人數更多 至於回流的原因,其實不外乎以下幾個 歧視問題,生活不適應,天氣不習慣,個人發展有限制等等 最重要的當然是香港可以提供更好的事業發展環境 無論如何,幾十年來 香港早已適應國際都市人口高度流動的節奏 對人口往來,只需配有平常心力看待 然而,香港並非不用從市人口迁省的現象 但看回現時周邊城市 都是用豐厚的優惠政策吸引頂尖人才 關鍵是香港亦是時候反思現時的環境 政策是否對人才有足夠的吸引力 香港是否有和諧包容的社會氣氛 良好的學術環境,優厚的政策資源等等 是否足夠吸引全球人才來建設和發展香港呢 各自知足規 各自棋面帶等 各自知新市民進行指引 並非你身體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